您不找代購的 或許會使用這種電商平臺 淘寶臺灣 但是他來臺不到一年 昨天中午突然宣布 即刻關閉平臺下單 商品上架的功能 大概會有十萬多名的買賣家 受到了影響 而負責營運網站的 英商克雷達公司 他的聲明就表示了 考量到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將會在今年底來結束 臺灣營運 阿里巴巴集團授權英商克雷達 在臺經營淘寶 臺灣的電商平臺 去年十月底才成立的 但是經濟部投審會卻發現 調查發現阿里巴巴集團 對於英商克雷達 還是有控制能力屬於中資 而且沒有向臺灣申請許可 違反兩岸條例 經濟部除了處罰四十一萬罰款 也限期六個月內 要撤回中國投資或改正 而這也是政府 以實質控制力 認定中資的第一次案例